妈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个我太年轻 我老公的年纪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我 她老公是49年次 对对对 1960年 然后我们都数老鼠 所以真正的就是刚好差两轮 可是那时候你几岁可以问吗 我那时候两年前33 可是刚好试婚啊 不会觉得很适合吗 就是我试婚 所以我就 那时候我也跟我老公说 我现在是在Golden Age中 完全一个试婚 事业有成 存款也OK 然后我又是一个 颜值高 还OK 对啊就是我已经get ready 可以随时结婚了 那我妈觉得说 我的老公年纪又大我两轮 那年纪这么大 然后又这么20多年都保持单身 那会不会可能个性上不太好 或者是这个人 绝对不可能想要结婚 所以你跟他交往可能会被骗 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课程 教人家婚姻应该要怎么经营 对这个就是 我这个性质我主张的 我们都学那个30度 都没有用到 所以我老公就说那时候太年轻 第一个气焰高 第二个没有人教他怎么去经营婚姻 所以其实很有趣 我们两个在去年4月1号 我们一起受洗 受洗完之后 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 一系列的婚姻课程 所以我们是在一结婚之后 我们就去参加这个婚姻课程 去学习说怎么样去 有一个良好的夫妻之间的互动 那像我们的小组里面 很多人是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然后才遇到这个课程 那你就会发现很有趣的是 很多夫妻认识了14年 竟然不知道双方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这课程蛮重要的 我们教会教的课很棒 他教的就是我们夫妻之间 他其实是有测验的 很科学化 测了之后发现 原来我的爱的语言 跟你的爱的语言 原来是不一样 比如说像有一些人是 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夫妻 14年了 太太很喜欢收礼物 所以他就认为 他的老公应该跟他一样 常常就会买礼物给他 可他老公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买一些 我不喜欢的礼物 可是我又不好意思跟你说 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就会觉得 沟通一直有障碍 他们经过测验之后发现 男生其实只要说 哇 爸爸你好棒棒哦 你把小孩顾得好好 哇 爸爸 你今天看起来好帅哦 他老公就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这么简单 但女生因为不知道 所以他们两个都不知道 对方要什么 然后之前有听到一个 很可爱的故事是 有一对夫妻在一起30多年 结果后来要离婚 离婚之后他们去找 心理智商的医生 医生就把两个人隔开 就问先生说 你觉得你这辈子最讨厌 你太太做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 然后又回头问了太太 分开来问说 你觉得你这辈子 对你先生做得最好 你觉得最值得赞赏 是什么事情 结果两个人回答 是同一件事情 是青椒牛肉炒饭 因为他们在新婚的时候 太太煮了青椒牛肉炒饭 老公说哇 超级好吃 所以太太就每天煮 那他们其实就 没有去做那个充分的沟通 他先生应该要很有智慧说 你的青椒牛肉炒饭太好吃了 我们一年只要逢年过节吃就好 不要天天吃 那就有智慧去做沟通嘛 所以我们在教会上那个课程 很重要一部分就是 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 那我觉得很棒是 我跟我老公的需求 是一模一样样的 我们的排比是一样的 我们就是很在乎 就是爱的赞美啦 还有肢体的互动 所以我跟他壁动 或是街上抢吻他 他OK喔 可是有些男生 他是非常排斥肢体接触的 所以他放在第五 所以他们可能在生活 亲密生活上面 他们就会有拉扯 所以我借由这些课程去上 你就会知道说对方要什么 而且也告诉我们约会好重要 嫁给老虎牙齿的老板 听说你们差24岁啊 对 我们差两轮 那听说那个婚要结的时候 家里是闹家庭革命的吗 哇 我跟我妈还有我的 自己有一个事业的合伙人 两个人都是都跟我妈一样 就是都非常非常疼我 然后我的合伙人大姐 跟我妈妈两个人都一整年 几乎不跟我做任何的碰面 然后连我要约吃饭 他们也都拒绝 所以那时候家庭革命 算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有趣的是 我跟我先生其实在认识的时候 我们在也不算dating 我们认识了第一年 因为都在谈合作 我自己的品牌跟他的品牌 就有做一个联名的胶原蛋白软糖 所以我们很常出来碰面 跟聊一些行销的东西 聊了一整年 每个礼拜几乎吃一次饭 可是他都没有任何乐局的行为 到后来我一直想说 他应该是同性恋 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在 我真的我在大陆拍戏 我在吃他们的胶囊 然后制片就在跟我聊 他说你在吃什么 就说老虎牙子 他说老虎牙子 我知道他当年为什么离婚 有小三介入 就讲得会生会营 我说真的 然后他就补了一句 而且对象是个男的 然后他说OK 所有事情都make sense了 我们就是也这样子 见面了一整年 Dope Manchin没有对我 伸出任何的魔手 也没有任何的 你知道过多的要求 不合理 所以不合理吗 我讲得好歹也还OK 我会想说他的黄金单身 汉子是个幌子 他一定就是同性恋 百分之百是 那后来真的也花了一年多时间 就证实了他不是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的 头一年又遇到家人的反对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耗了还蛮久的 最后才终于就是步入婚姻 这个阶段 妈妈有多反对 反对到是一整年就是母女 完全就是不见面 然后我的合伙人士就是跟我说 我们的合作关系要 基本上被压到律师楼 就是压着签字 你要跟这个男生在一起 那我们的合作就要打断的那种 合伙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然后所以他也像我的妈妈一样 他就把我当女儿在照顾 然后甚至我的合伙人 曾经也半夜打给我老公 就是咆哮的那一种 就是说意思大概就是说 这个女生这么年轻 然后就是不要骗财骗色的概念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 也花了很多的时间转型 就是往女企业家这边走 那我们自己的品牌 也算是在第二年就做出 蛮好的成绩 那所以那时候其实 很多综艺节目都不上 就都专门只上一些财经的啦 或是节目的专访 就是真的转型当一个 女企业家的概念 那结果才转型了大概三年 结果就遇到我老公又在一起 那整个大家只要一结婚 大家整个的概念就会觉得 你嫁入豪门然后你就是靠男生吃饭 怎样怎样 所有负面就会把我前面那几年累积的 所有的名声可能就一次失败下去喔 然后后来确实还真的结婚的时候 就有很多的人就是 男生酸民就会在那边留言 但是很多女生的正义的女生也会说 刘欣自己有赚钱啊 她有花点有自己有品牌啊 她能力也不错啊 就女生会帮你战斗你知道吗 可是男生就会说哎呀你们女生 就是看我们男生怎样怎样 因为他们请不到你嘛 就是当然说这样的话 可能对就是那个当下 你知道心里也会很挣扎 因为觉得说我们自己的事业 也终于做起来了 结果被大家这样子误会 所以那时候家人是超级超级反对 妈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说第一个我太年轻 我老公的年纪比较大 然后再加上我 她老公是49年次 对对对 1960年 然后我们都属老鼠 所以真正的就是刚好差两人 可是那时候你几岁可以问吗 我那时候两年前33 可是刚好试婚啊 不会觉得很适合吗 就是我试婚 所以我就那时候我也跟我老公说 我现在是在Golden Age中 完全一个试婚 事业有成 成宽也OK 然后我又是一个 颜值高 还OK 对啊 就是我已经跟Ready 可以随时结婚了 那我妈觉得说 我的老公年纪又大我两论 那年纪这么大 然后又这么20多年都保持单身 那会不会可能个性上不太好 或者是这个人 绝对不可能想要结婚 所以你跟他交往可能会被骗 所以 不过你那个还不算怎么样 你是30几岁 那你们的那个gap是多少 24 我爸爸和他的老婆是30多 而且她是19岁 处女的时候 所以它是一个大分别 我觉得 等下我们请李敖大师来 对啊 对啊 你这样会 不要这样 我可以代表她了 因为我们整个家都知道她的这个情况 因为她 你也有被你妈妈有受压力吗 你妈妈也 你妈妈跟她年龄一样吗 没有妈妈比她小一点点 OK 比你老公小一点 没有大一点点 大个几岁 妈妈属鸡 然后我老公属老鼠 那现在4岁 4岁嘛 所以我爸爸也这样子嘛 所以那个妈妈 她的太太 她太太的妈妈怎么讲 岳母 岳母 就说我把她跳河 他们住南港嘛 我要跳河 这真的要跳 你懂吗 就是这样子 我相信你也会遭遇到这些的 然后我爸爸也说过这个 关于婚姻就是一个坟墓 我们做个特写 结婚就是爱情的坟墓 你必须负社会责任 结婚戒指 儿女都把你捆住了 被捆住了以后呢 社会道德法律 所以结婚因为爱情 就是可能结的婚 所以呢 我完了最后 你结婚以后呢 你就变成家里不如一条狗 因为大家都比你重要 你知道吗 所以她也会说 因为我家里关系 其实从世俗的标准看 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家长 因为年纪太大了 你看她跟她的儿子 可能六十几岁跟才生小孩子 你可以想象 是不是Grand Papa 不是一个Grand Dad 不是个Daddy 因为我不管事 不管事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你以后要去 让你先生管事 因为她已经是 不只是第一个孩子了嘛 一定要管事 因为年纪越大 她可能比较懒散 有自己的事业 一定要管事 我老公跟我讲一件事情 她讲了好几次 非常认真 她说等小孩子生了之后 她回家雇小孩 我去办公室上班 请下交易 因为我觉得她之前 她之前有一个遗憾 是她的前妻跟她生了小孩子的时候 那时候在她事业正在起飞 所以她是很忙 所以她完全是没有经历过那一段 所以我问她很多说 怀孕的时候会怎么样养小孩子 她说我完全空白 我那时候在事业中 所以她错过了那一段美好的时间 所以到现在她是非常期待的 这个背景要讲一下 这个一心的现在的老公 她这个是老虎牙齿的老板 她的前妻是哥伟茹 也有生吗 也有生 生了几个 一个 一个男生 现在多大了 25 25岁 老公 你们刚开始都谈公事 你还以为她是同性恋 那第一次她跟你表达爱意 是怎么表达的 第一次表达爱意 也是一个误会 我们那时候一起 刚好一起出差 因为她是中部人 她就跟我讲说 如果我要去台中出差的话 她可以帮我安排住宿 帮我安排交通 那刚好那时候是在美容展的时候 然后我就打给她说 我要去台中 然后问她说 我可不可以去你家看工厂 因为我很喜欢参观工厂 那刚刚好那一天 她就以为我在暗示她 因为刚好那一天是在我生日 就是过12点是我生日 在11月29号 她就觉得说 哇 这个女生在生日那一天找我 而且是在中部 那是不是在暗示什么 然后说美容展也不是我开的 她就刚好在我生日那天开 那前一天我们就下去 参观了那个工厂 还遇到她爸妈 我就觉得 哇 有点见家长的感觉 就有点紧张 然后后来那天晚上 我想说 你家住在张 你老家在彰化 我们从台北一起坐了高铁下去 你为什么要带行李箱 然后OK 她到了彰化 她可能行李要放回家里 从彰化走了 她为什么又带着行李箱 要跟我到台中 然后我就开始有点忐忑不安 然后我说她到底在干嘛 后来到了台中 我们就一起吃晚餐 就喝了点酒 然后晚上就是唱生日快乐歌 干嘛干嘛 然后因为我是 只有你们两个人 就只有我们两个人 然后我又是一个电器白痴 我就在传讯息跟她讲说 我的遥控器 我没有办法用饭店那个遥控器 然后你会用吗 你可不可以帮我 帮我fix那个遥控器 那时候她在外面 你在饭店里面 我们是订两个房间隔壁法 然后你是用这样的理由要她过来 不是理由 应该是吧 应该是吧 我老公到现在都觉得说 我设了一个圈套 然后或是我在暗示他 这时候我们没有表现 会让你很生气 对啊 我老公就是这么想 结果那一天就你知道喝了点酒 然后其实两个人都是互相有好感 可是我后来一直觉得说 这人不可能了 因为她一定是同性恋 然后她也觉得说 这个女生对我有好感 可是她觉得说 我一直没有给她一个sign 跟她讲说她可以往前 所以那天晚上就 发现 后面的事情就十八劲了 对就是我们认识一年多之后 才发现就在一起 所以一切在一起其实是误会 那时候我记得我跟我老公 很有趣是 我们会每个礼拜会有一次 就是约出来谈事情 那我就把我整个月的行程 我就把她拍照给她 然后她就觉得说 哇这个女生很信任我 把我自己说的行程都公开给她 然后我说没有啊 我是跟你讲说姐很忙 你自己找凤叉 就是不是我配合你的时间 是你要配合我的时间 你看我的行程 你自己找洞叉 但她的误会就觉得说 这个女生应该对我是非常有好感 她很信任 我才会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两个在一起 就真的是天的安排 有很多的误会 结果促成两个人在一起 她浪漫吗 她很浪漫 那讲来听听 她就是 比如说我们是回到家里 都会一起追偶像剧的那种 然后她可以陪我看韩剧 陪我看录剧 就是各种浪漫的 她都看 然后有时候我就会闹她 签证不是很流行那个壁咚吗 然后我就会说 哇那个男主角 壁咚那个女生 哇好浪漫 我就会跟她说 有一次我就在电梯就壁咚她 她就被吓到了 后来之后没多久 她也会随时就是 你壁咚男生 可是她个子应该比你高吧 比我高 但是就是那个 那个瞬间 你要有那个power的感觉 结果我老公后来会模仿 那很多偶像剧的桥段 我就跟她说 哇塞你看那个男生 女生两个不是在走路吗 一男一女 然后那个男生会抓着她 然后让那女生旋转进来 面对这么近 然后就是要亲下去 我就跟她说 哇好浪漫 她偶尔就会在街上来一下 在街上喔 对啊 哎呦台湾了耶 台湾她就会学这件事情 她觉得说因为我喜欢 然后她也是那种 有浪漫的性格在里面 她就会配合我 去演那种很drama的事情 会觉得 哇剧剧效果 小路乱章 对 所以我都会跟她看那个偶像剧 说这个桥段我很喜欢 然后就很期待说 什么时候会上演在我身上 黄一世 以前你的前夫有那么浪漫吗 这个吗 我觉得本质上是不浪漫 但是我觉得 就是男生的浪漫有时候 第一个是看对象 我觉得依馨虽然第一次见面 可是我觉得她给我的感觉 应该私底下 她应该是蛮放得开 比较会撒娇 对然后我觉得如果男性的话 我们想象中对于一个 比较会撒娇的女生 恐怕也比较容易浪漫 那我觉得我前夫没有那么浪漫 但是也没有很差 是因为可能第一个 她的对象是我 我是一个不撒娇的女生 就是看得出来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撒娇 我的撒娇就会变卡通片 不是韩剧这样 所以我基本上就很少在撒娇 不过我觉得我的印象就是 我自己深刻的感觉是 我觉得如果年纪比较大 因为我前夫也大 我19岁 如果年纪比较大的男生 理论上就是会比较 能够去配合 那个女生的喜好 如果同年纪或什么 还不一定 可是因为年纪大的男生 我后来的观察是 比如说我观察我前夫 他可能有一点危机感吧 人家说我交往这么年轻 这么漂亮的女朋友老婆 其实他会注意到危机感 反而会去配合老婆的喜好 对啊 我们那个时候也是有看韩剧 就是说我就说 那个都敏俊 我就一定要看都敏俊 然后人家只是 不过比较差 就没那么浪漫 就说 那个都敏俊 我看来没有什么很帅的 男生会比较有点帅 你干嘛觉得那个男生很帅 我也OK啊 心里的 就是你如果小孩子再生出来 还能够一起跟你壁咚 我觉得会很有意义 那如果说在那之前可能 像我们看韩剧 可能很多的男人 其实是觉得说 其实不要像韩国男性那样 所以依心的老公 算是非常棒的 他很好被引导 我觉得男生真的需要引导